最后一节加载单车测试 单车测试套路跟之前是一样的 先去运行一下之前的用力 然后看看是不是成功 然后呢我们再去开发一下新的用力 这个人主页的用力其实比较简单 因为个人主页的那个接口就是一个 就是加载更多 当然其实加载更多用的是我们那个controller里面 那个get profile blog list 然后其实首页也是用那个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测试那个什么呢 就是那个controller里面那个获取首页 博客列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呢加载更多和第一页的那个数据 全部测试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运行这个test之前呢 我们先确认一下 之前不是需要有一个cookie的值吗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变了 那我们把页面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现在的这个cookie 现在的cookie从这个微薄的srd开始烤 烤过来之后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再重新给它 复制一遍 好应该是没变 没变也没关系 重新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那我们确定cookie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运行 之前的这个用力 是改了什么之前的东西 导致之前有爆一些问题 OK好在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呢 我们就放心 至少是我们之前的接口 或者之前的代码 没有受到影响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做我们自己的这个 个人主页的词使用力 blog下面建一个叫profile.test.js OK这里面呢 同理写注释 个人主页test OK那跟别的这个测试一样啊 像home这里边 我们还是要引用这两个东西 一个cookie 一个sero 这样的东西 然后除了cookie之外呢 我们还要引用另外一个 就是用户名 我们要做这个个人主页的一些 获取列表的事情 它需要用户名 对吧 我们可以回顾一些之前的那个 就在我们这个地方 路由里面看一下吧 好大家看 这个地方它需要用户名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用户名给写上 然后用户名写在什么地方呢 就写在这个cookie这个地方就行了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写一个user name 我们现在的用户名是叫张三 好这个用户名 要和这个cookie对应起来 然后我们这儿引用这个用户名 马上就要用 好 那我们就写一个用力 叫个人主页 加载第一页数据应该成功 因为加载第一页数据和加载更多 它都是用的什么 它都是用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 controller里面这个 get profile blog list的这个方法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无论是加载更多 还是加载第一页 都是用这个方法 那我们测试 加载第一页数据 就是测试的是这个方法 所以说这个方法 如果测过了 那加载更多的这个 应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就测这个就行了 所以说单元测试 也没有必要保证 所有的地方都精雕细琢 百分之百都测过 这样的话 成本是非常高的 我们考虑了成本的收益的 一个比例 我们还是要这么写 就是把最主要的地方测一遍 保证没有问题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结果 然后写法跟之前是一样的 那我就直接写了 get 然后api是什么呢 api是用某某自乎筷子写吧 api profile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用户名 一个name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第一页嘛 那就写个零嘛 页数 这个路由要符合我们的这个 加载更多的这个路由写法 然后setCookie 把Cookie给写上 要不然的话绕不过登录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期望成功嘛 expectsResponse.body.arrowNumber.2b0 OK 这样就期望成功 好 期望成功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需要测试一下别的数据 就是像比如说 it's empty blog list 这些返回的东西是不是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也都会 对那个前段有一些影响 所以说我们还要测一下 这个数据是不是有 那这些数据呢 因为我是通过sugsetmodel给返回的 所以说这些数据都在data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把data给获取 data分成response.body.data OK 那怎么测一个属性有没有呢 我们这儿学一个新的断言 expectsdata.to have property to have property就是说有这个属性 有哪个属性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都考一下 然后直接考过来 有哪个属性 有isempty的这个属性 好 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blog list的属性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pate set的属性 OK 还有一个属性 叫pate index 还有一个叫count 正好 好 有这些属性 那就行了 既然是可以成功 并且有这些属性 那这个接口的问题就基本不大了 所以说我们就完全可以这么写 很简单的一个单元测试的一个例子 就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这张内容全部都测完 然后我们试着运行一下 看有没有报错 好 报了一个错误啊 我们看一下 这儿是excepts0 然后receive的是andifind的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api profileusername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做的请求是api profile张三 这个请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是这个response.body.arrowNumber 是andifind的 也就是说 报道是我们这行是有错误 这个错误并不是说是我们这个 单元测试测出来的一个系统的问题 而是说可能是本身自己的一个预法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得去找一下这个错误 OK 那我可以先去找一下 然后我们把视频简单停一下 找完之后呢 带给大家去把这个错误同步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